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玩家投稿 那我們今天玩家投稿是我們的神奇圈圈 那我們圈圈這邊投稿了一場 阿爾泰的一個對局 這邊先轉到我們的畫面來 看一下收音的部分 OK應該是正常 這張地圖是我們的阿爾泰 這張圖基本上也是現在天梯圖 那基本上他左右兩側都比較難搞 那這樣 他這邊都還有開口 所以這張圖基本上 也蠻多人不喜歡 我們先看一下螢幕 目前這邊是 神奇圈圈的另外一號叫卷卷 那這邊約莫在 9點鐘方向的法蘭西 那這邊的優點就是 可以馬上 吃這個鹿群 好我們看一下右側這裡是我們的這個 英格蘭 好 這個叫什麼 Inven Invencity Inversity Inversity Invencity Invencity OK這邊選擇是英格蘭 那一樣雙方都是一開始就 路全開 那好英格蘭這邊 這邊 看起來應該也是早期要做一個快速升風的一個 流程 但我不知道等一下 會不會選擇補下雙TC 那凡希這邊早期吃路也是有蠻大的優點 好這邊 82這邊 8肉之後 兩金 沒有先點輪軸 不知道會不會先點個輪軸 好我們看一下 凡希這裡一個繞圖狀況 那基本上這個大概都是這樣 第一圈出去 那有些人 像我有時候 之前打這張圖會選擇 雙刺猴開 開圖會比較快 快一點點 那單刺猴開也可以啦 變成你的刺猴就是要一直去繞 不過現在雙刺猴開這張圖 羊也是可以多一點 我覺得還是有好處 還是有好處 也就是第1隻你這樣從這邊繞一圈出去 然後第2隻 第2隻大概就是一樣 就是從後面這樣繞 也是繞繞繞一圈 或是你要從前面 前面 應該理論上應該是 第2隻要往前 稍微走一下或是往這邊 都可以 好我們看一下 反西這邊是下了 軍 啊 軍事地標齁 騎兵學校 那現在因為反西有一些玩法是會在 黑暗時代一樣是先開一個輪軸 那經濟力道會比較猛 然後可能是採用 比較多村一點去敲一個地標 可能大概也是4分半才有一個 地標可能才會結束 甚至有一些激動一點 他可能拉到六村去蓋 但是這中間就是 這一些玩法其實在 在近期的一些法蘭西 或者是天梯裡面有一些應該會陸陸續開始用 因為這有一些玩法都陸陸續被開發出來 那有一點像是羅斯早期在開一個 輪軸一樣 或是阿拔斯有些會早期開輪軸 那其他文明早期開輪軸就沒有這個優勢 那其他文明早期開輪軸就沒有這個優勢 因為法蘭西他有減免 那他可能 一百多斤就夠了 那可能夠他使用 好 好 我覺得是這樣啦 因為隨著 隨著對岸那邊 玩家技術多 開始有很多策略 然後大家開始會去精算 什麼樣的科技 怎麼開 怎麼做 然後會變得比較好 整個 整個策略完全都已經開始不一樣 那線下的這一套基本上還是屬於比較 呃 就 算正常開發也不算舊式 就是現在還是會用的一套方式 就大家比較廣為人知的一套 好這邊應該都是全力去採 採木齁 那出來的可能就釘在路上 好 應該這裡是選擇 一樣 均勻開 加原始的這個議會廳 那這個議會廳是放在 TC後面 感覺是 一樣屬於比較保護的位置 比較不會 容易被 被壓制的一個位置 好金馬出來了 看一下 應該這裡槍兵 現在開始生出來 應該槍兵很不錯 早期的是 電刃長槍兵 然後 可以 節省一些成本 不用再額外研發 一來時間跟成本都比較 比較省 對方在這邊偷看一下 凡希在做什麼 看一下凡希的這隻馬 好這隻繞到後面底部來 不過這隻沒有跟著刺猴 所以視野比較差一點 好這邊沒有東西可以打 現在看起來目前是 兩刺猴而已嗎 我們看一下凡希這裡 目前 一樣 配到了12加4 然後現在輪走還沒拿 不過一開始輪走是 這個的確齁就是為什麼會有一些比較新的流程 就是要先拿輪走 因為後面 當你出金馬的時候會比較沒時間去 點這個 科技 所以輪走沒點 我差蠻多 我們看一下這裡 後面的 英格蘭的刺猴 還是在亂 這邊是下了射箭場 對面的小弓非常的多 對面的長槍 非常的多 可能要下來小弓那邊 不過對面英格蘭這邊倒是 都沒有生長 長槍兵 都只出長槍而已 然後就全部都是用長槍兵做防守 這個是金馬基本上就被射到很快死了 對面的 應該這邊還是持續在看 看對方好像出的冰量也沒多大 哇這邊的金馬 也快不行了 就回家等一下可能 二馬就出來之後要點一下 幾隻精神 不過現在應該是沒有 力道可以點 現在還在三金的部分 整個 村民的狀態 還在 還沒 波影桿這邊看起來也沒有要補雙踢的感覺 是一樣走單踢但 先防守一波 波影桿現在有一點多人踩金了 現在到12個踩金 那我比較不知道他 是要走直層之後 但是他的一個狀態是上層之後 沒有 甜 那只有果 然後加上露先吃了 這個 還有一小群羊 那後面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偏難防守 我不知道 因為這樣上層其實 某程度來講是有一點點危險 那我不知道他等一下是要怎麼蓋 他是要選擇蓋白塔嗎 不然等一下 我等一下法蘭西應該以法蘭西的兵力應該也沒辦法短期壓進來 法蘭西這裡是直接下了一個27C在後面的入金位 那這邊還有 一重的這個兩重術 以剛剛的狀況啦 感覺 好這邊點下騎士精神 好 好 長江兵支撐頂過來 這個有點 有點恐怖有點危險 不過我不得不講啊 法蘭西這一場 的土有點爛 我怎麼因為他前面是空的 這前面是空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的樹是在後面 也就是他前面他所有的東西可能都要往後蓋 因為前面前置位 如果對方有 常攻兵來的話是比較麻煩 我果然是下白塔 這個感覺比較 速身的方式通常還是需要白塔來防守 那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後面再轉一個 PC出來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石頭看起來 也沒有動 而且他的大石就在旁邊 反西後面這邊 我覺得反西這邊的 土的資源很爛 很爛 真的很爛 這個英格蘭這邊的 地圖資源真的是好很多 你這邊 這邊石頭也不在這 然後他說 他的黃金 兩塊都在後置位 這個是這麼絕佳的一個位置 加上果糧 在旁邊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前面還有一個樹蟲 可以稍微擋一下 我就說你圍一下 英格蘭這邊也選擇出騎士 對方也有時代三的騎士了 對方是230的這個 血量 而且攻擊力道還是比較高 好我們來白塔出騎士基本上 是比較 比較強的 算白塔他出騎士比較快 算是比較強的單位的一個建築物 屬於強軍式建築物 好對方選擇打一個馬槍 這邊有一點稍微 做一下干擾 後面有補下一些弩兵 哇現在的這個狀況 感覺反正要扛 扛壓一波 這邊小公要送掉了 可能跑不掉了 對面這邊 英格蘭也 沒有選擇雙TC 而是選擇 白塔保護這個黃金之後基本上再開始來慢慢轉填 然後少量的一些兵稍微先往回推一下 然後這邊排撞 不過應該這邊沒有騎士精神 然後後面有弩兵在做輸出 對方打了一個馬槍加少量的弩兵 被迫反西一定要回家 反西這邊下了雙馬就加第二個射箭場 哇這一個塔立不起來 拉走之後忘記回 對方的 掛掉之後 不過這邊有點危險 這邊可能是選擇要一波硬蓋 不過好像會稍微花一點村民 現在村民是53 52 被殺了山村 還是先躲回家 現在對方的兵種稍微比較優勢一下 稍微靠一下TC來防守 英格蘭在 田還沒補完之前 我覺得他可能也是會陸續先纏一些兵過來 不過他前面這一波看起來是 有取得騷擾 不過他後面這個TC是如常運作 倒是 空氣器的好處是一次只能壓一個TC 這是比較大的一個優點 不過你面對敵人時代3的進攻 大概就會像是這樣子 壓力會很大 不過我覺得相對對方壓力也大 因為他可能要找對一些重點東西打 不過我看對方的騎士一直在這邊耗 沒有選擇讓他收村 這個騎士應該是 可以往左側這邊跑一些過來這裡 但 他選擇的是去跟對方 全部的騎士都去做交換 那他現在這樣閃閃的一隻一隻去 我覺得也有點 小小的損失啊 我覺得有點小虧這邊被擋下來了 不過我覺得感覺剛剛他跑這一波地方後面這一個 木區會比較好 因為他前面其實已經逼他收掉了 那你 跑我覺得跑這邊反而讓他木頭 被限縮比較好 那現在 反系有點爆木 這邊就是 可能要下一些 金色劍組 或是稍微 把村民拉掉全部去挖 全部去挖這個 全部去挖一下黃金 暫時先挖一下黃金 那 對方有馬的狀態下 這邊放反系 防守一個狀態 防守剛才變成也是要稍微拉強 這邊不然就是看 是不是像他現在這樣稍微 轉一下鐵 不過冰還是得繼續爆 他現在就變成要扛壓上 上城堡 我們現在對方應該有意識到要從左邊這邊稍微打一下 這邊黃金還是有點麻煩 我倒是覺得說這邊可以把 這邊的木頭 可能拉的尺寸全部都來 含原本的這邊全部或是全部都拉來挖黃金 全部拉 一次挖要夠 就是你一些科技什麼都一次挖要夠 先先先把他挖起來 那因為會有 等一下會有因為你現在是爆木的狀態下 就變成 木頭短暫 時間你靠後面 這幾村來挖應該是會夠 然後 對方這裡 看到有槍 這邊沒有補到 這邊我已經下但沒補到 這邊還有 少量的鹿 那我不知道反系會不會出來 拉個幾村出來吃 拉個五村出去吃也好 不過鹿肉科技是點了 應該是 一次拉一坨去吧 不要拉五村 等於是拉一坨去直接把三隻剋掉 直接趕快回家 省時又省力 加快吃的速度 我們看一下 英格蘭這邊 我果然是先上層後 一波 鬧 騷擾 轉一個 這個 我們的 2TC 反系相對 英格蘭這邊相對也是 採取一個比較保守的打法 就是後面也是稍微先為個木牆 那 他有剩餘的一些石頭 不過他沒有 他沒有拿來 把他轉成 其中一側把他轉成石牆 是選擇木牆 反系這裡也是 再把他補起來 以免他從這邊來 這個大概就是我講的反系前面太空了 這個 等一下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再拉這一道 左右兩側稍微拉一下 等一下 不過我覺得 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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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他後面是比較安全的 就是包含他這一片 敵人也沒辦法 第一時間就想要去打他後面那邊 哇金馬果然還是繞進去 這邊可能還是要有個牆 稍微 往這邊擋一下 或是 這邊這邊這邊 他可能從這邊繞進來 現在後面有金馬人 有點挺麻煩的 好第2從 路這邊 對方真的只拉了4個4-5個 然後加一隻塔 然後對方現在上城堡時代 基本上這些聖物現在有點危險 現在 對方轉出了這個 修道院喔 開始產生旅了 挖這一村 死掉 雙方現在是60比59村 現在差距拉近 我現在 反西是 變相被迫壓在家裡 那這一側的防禦 目前有一點偏非常的微弱 現在不知道會不會稍微 左側等一下是要不要壓個 城堡座的防禦 這邊 這邊 感覺是要壓個城堡座 減價 所以這邊建築學大概已經有先預留好 就是一個 這個城堡應該塞得下吧 應該是可以 下不下這個可能 這兩個要低調 應該是塞得下 應該是塞得下 不然就是這邊不塞了 可能是選擇塞這邊 我 我個人覺得可能是選擇塞在田的前面 然後 然後這邊再蓋一個天使建築 好英格蘭現在現在已經 撒樣轉田 現在這一場的步調有點 倒著走 就是 英格蘭這邊有點倒著走 先強軍事後 後龍 那這邊是直接上了一個博客軍宮殿 哇這邊是直接把他下在一樣 兩個TC旁邊 靠著他優異的石右格射程 又在樹蟲的後面這邊 對方的偵查會比較不好偵查 這個有點算是 變相的 鐵龜柳 變相的鐵龜柳 這個被迫 法蘭西 追時代 變成說我 我已經先上了 這個時代4 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辦 那我現在法蘭西才剛上時代3 那現在這邊 除非法蘭西蓋的是3會 對喔我們現在看一下法蘭西這邊蓋的是什麼地標 這邊法蘭西蓋的是皇家學院 哇這邊又來一波 這邊的田區真的很脆弱 法蘭西現在 應該是要先挖一個寶來做防守 因為畢竟 英格蘭這邊的地標都是 紮紮實實的 可以防禦的 從時代3到時代4 哇這個兩個家裡就直接 給你了兩個城堡 這個打英格蘭的這個流派好像變成 打這一套是 其實是蠻 蠻強的 對 其實是蠻強的 你可以先 可以先 這個 強軍士一波 就是先 先守住自己家裡 而不是 這個 有時候英格蘭先雙TC 就會變得很難出兵 後面一點蓋 後面一點挖一個TC 也沒有說不行 但是可能就是看場次怎麼打 這邊圈圈是直接把長兵站在左側 直接站在最弱的這一環 然後 這邊有一些老練工兵 那現在英格蘭已經上時代4喔 那 前面的這些大學 科技理論上應該是還點不完啦 而且你這些 兵工廠科技你不太可能現在 呃怎麼講 你在 你想要執行這個時代4計劃 你幫他可能中途 去點說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點下來全部都會耗時間 然後包含那些 野州點了輪軸 一級木 一級 一級田 其他的都沒有在點 現在直接出裝甲過來 那 有沒有可能等一下 這英格蘭的裝甲先點成精銳先做一波操擾 這邊有可能 好現在 再補一下 4計場 這邊等於又被搞啦 這邊一樣 就圍一下圖控 好這邊是選擇進去打一波 看著對方極速升時代4的狀況下還沒有辦法全部都升成弩兵 這邊圈田科技先拿 那還這個蠻 蠻正確的喔 先拿先拿下先有黃金 這邊還是 溜了進來 凡西還想 有過來圍這邊喔 騙縮 英格蘭的領地啊 英格蘭是直接有了圖控直接拉 挖出拉出來 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英格蘭這邊是搶了三個聖物囉 這個 蠻麻煩的 現在變成 喔 法蘭西是湊夠了一個城堡 果然直接先 壓在這裡 這邊被發現了 可以稍微拖延一下時間 這邊金馬出動 讓他直接砍進去一波嗎 哇 哇 這個村民是 救不了拉 好現在英格蘭也缺金的狀態 那 我覺得圈圈這邊做的蠻好的 把有黃金的地方都先挖起來 那 這坨金也吃完了 這坨金也吃完了 那 等於是 等一下 哇這邊有 動作非常的快啊 直接圍一個木牆 這邊可能要先燒穿拉 那這一隻可能就先進去打 那可能會被迫對方的軍隊往後來 那英格蘭是直接插箭塔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往前逼進 哇這邊繼續修 拖時間 這個 這種噁心的畫面 這種在高手場裡面都看得到的 這個蠻麻煩的 好那等一下這個塔立起來之後他的騎士也是 好這邊後面還有一隻能不能被破他 放棄這個 念頭 哇 這邊不行 這邊不行 這邊要被破了嗎 這邊 這邊又偷偷的回來 挖 躲了進去這邊 我們看一下左側這裡 然後 既然在前面也一樣壓了一個寶 面對英格蘭這邊已經持續進逼了這邊均勻都蓋出來往前繼續蓋 好這邊直接來後面趕村 不給你挖金 現在英格蘭是靠著少量的圈田的金在過生活 加上前面這邊 他想罵了吃出來 我現在悟了我這個圖控的狀態下先生時代 然後凡西前期一直被壓家 我這邊英格蘭受不了 直接進來但是凡西這邊攻女兵非常的多 看起來應該短期還沒辦法 那英格蘭有轉一些火槍兵但是問題是 那黃金人口 應該可以慢慢轉出來但是現在只有一隻來可能有點太少因為 這一隻可能可以清 基本上應該是會被直接幹掉 這邊是選擇轉出的風琴砲 哇風琴砲轉出來非常不好搞 凡西直接在這對面蓋紅弓 現在紅弓被修為9.5格 火砲是可以打的距離 等一下再點個火砲塔 非常不好 在紅弓面前修這個塔你是瘋了嗎 好 法蘭西騎士從後方衝進來 看到這個 伯克軍宮殿也是非常猛 伯克軍這個 也是不好打 整個境內全部都他的射程範圍 這邊又有白塔 這邊是完全經過計算 算了 這邊留了幾隻 這隻塔也做了升級 我們看一下正面這裡 法蘭西這邊算是忍耐一波完全成功 這是 憋上了紅弓 憋上了紅弓 也順利到了時代4 這邊是由我們的 軒軒先站起來 軒軒還能夠先戰勝地 右側這邊也還有一個 我覺得這邊主要是 法蘭西這邊下了一個先手 怎麼樣先手 就是地圖上的缺詞 但是我先下一個先手 把地圖上我探過的地方的資源 全部先封起來 這裡也先封 尤其他封得早 變成這邊可以先跟對方 稍微滷一下時間 那 導致現在英格蘭現在只有這一塊金可以玩非常的痛苦 但是他拿了三個黃金加上他原本的圈田科技 可以讓他撐一陣子 那法蘭西這邊後面可能要轉一下跑傷喔 就是後面可能黃金的問題 喔有有他有轉出來了 這邊一次下了三個 開始轉了一個跑傷 這邊也拿突控 這邊不急的進攻 先把突控拿起來 這個地方也成功把 英格蘭封住喔 不過他這邊有升級神 扭力圖炮塔 這個 英格蘭這三個 反而是這三個騎士應該 也擋不了多久 可能至少會死給兩隻啊 哇這隻是不是要到旁邊稍微回血一下 蠻貴的 哇 這個我覺得這個要清掉不好清 真的不好清 好帝王馬也出來了喔 那我們看一下現在這邊也是精銳裝甲步兵喔 然後 精銳的 裝甲步兵精銳弩兵吧 我看一下他的弩兵在哪裡 這邊可能還是要選擇出一些長槍啊 不然 布馬 布攻關係基本上 他還是存在克制 你的馬跟你的步兵 對方反而是有弓弩兵本身的加強 他也可以提高射速 填裝時間縮短 不過他算是填裝時間縮短 提高射速又是另外一個說法 他的說法應該是說 科技是填裝時間縮短 但是其實你聽起來就會變這樣時間 就是稍微提高一下射速 前面這邊由於 蓋了一個紅弓 我完全升了霧淨的狀態 好 好英格蘭這邊是出了 風琴砲加 巨頭 凡西這邊應該會選擇出長槍砲做應對 我這邊後面留著的 騎士非常有用 自從6的那一隊進來完全讓對方非常難以造假 我這邊還是溜出來吃的東西 溜出來吃的東西 現在看起來應該是會被清掉 紅弓這邊是開始被砸了 我看到法蘭西現在目前是滿人孔 123吋比105吋 軍事單位77比53 然後這邊又留了一坨馬進來 這個是原本的馬 這邊 想罵分散一下對方注意力 稍微砍一些村民掉 再溜一隊進來 現在雙方的一些收益效率 我們現在看一下 不過英格蘭這邊是滿痛苦的 因為他的黃金的部分 可能不足以支撐他大量的 黃金單位 只要讓他現在巨頭只有兩個 他這個 法蘭西可以再拉 多一點村民過來這邊修 那可能可以稍微用黃金挪去一下木頭 這邊是 可能沒有補到那個 不過木頭這邊 對 科技還沒升 後面這裡 這隊馬給英格蘭帶來不小的壓力 火槍兵也轉不太出來 風情砲來了 好正面 我們看一下背後 服襲 正面圖圍 哇這個 有頭車 有頭車 你的公主兵 要閃開 要閃開 哇 要死掉了 我這邊看起來 還是沒有閃 但是 有頭車松魚解掉了 我們看一下後面這裡 哇這邊金馬也被解光了 反西現在應該可以換出一些比較好的單位 甚至火炮部隊來 這邊有換了一個火炮 直接一轟就爆了 千萬不要拿衝車去衝反西的這個紅弓 沒有效益 沒有效益 好 英格蘭這邊也弄不出東西 我已經跑到這邊來搞了 等一下 哇這邊要做一波突襲嗎 這邊會不會 再拿一點突控呢 好 好 好 皇家 加農炮 出來啦 鬼天滅地 先優先把工程的戲也打掉 接下來是 該打這個哨塔了 哇 哇 基本上風情砲是蠻痛的 一般可能還是要用工程武器去解他比較好 喔這邊也被解掉了 已經到三排啦 非常恐怖了 三四排基本上就很難解 反西基本上是 也算是一個後期 很強的文明啊 那英格蘭後期也是蠻強的啦 有風情砲 但少了長縱砲 但也有火砲 雙方其實 後期的陣容都算不錯 好 尤其反西的這個 降砲基本上也是很猛的啊 好前排被拆光啊 基本上 應該是誇到GG了啊 哇這個 加上後排這邊一直 剛有一點被干擾 哇這邊是 反而在前面這邊開始偷種田 怎麼回事 好現在的一個問題就是 皇家的 皇家騎士可能要多一點 然後來扛一下 柏克菌的一個 傷害喔 然後把 這個 我們的 皇家的這個 加龍砲往前 想罵 推掉這個 不過對方的步驟看起來也不少 這邊可能要先稍微吸一下 攻擊力 或是分散一下對方的注意 想辦法先點掉 然後 柏克菌 不過對方選擇去追馬 不是選擇 抵抗正面的部隊 不過柏克菌掉了基本上 岌岌可危啦 已經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距離 打非常遠 看一下後面這邊是 騎士進來 但是正面已經 沒時間顧啦 掉了一台火炮 我們看一下這邊 後方這裡騎士一直沒辦法解決掉 但是前面又被推掉 那騎士放著後面不管也不行 剛剛這個 長命數量不夠也沒辦法 只分長命過去 怎麼會被騎士殼掉 好現在 這邊這邊直接 把出兵點往前射 這邊 還是持續挖金 在前面壓一個寶大看起來是有點勝卷在握的感覺 這邊趕快叫村民過來修 不過現在 敬感非常缺目 把凡希也稍微轉述一些 火槍兵來 後面也有火槍兵 現在考慮再續破兵 那這個能不能如願以償把他修起來 這邊稍微退到紅弓 然後有騎士先去突襲後面的 然後有騎士先去突襲後面的 喔不是 是先圍騎這個 這個 路兵 好現在法蘭系的 火槍兵也出來了 這邊還有少量殘留的一些 村民喔 來不及拉走 損失了不少 現在是108村比98村 可以說舒緩 應該能換出更多的軍事單位喔 現在是179人口 對143 看起來 圈圈這邊還要稍微續現好 左側這邊又派了一隊過來 準備要對對方做斷金的行為 他這個黃金真的是也挖得差不多了 來勒 他這一派 挖完他可能會想辦法去往前面這邊探 不過這邊挖完 他等一下如果取不到黃金 大概也是 快GG了 加上 英格蘭這邊沒有去貿易 這邊 看秀道的危險 反正剩600多 我就先走了 應該這個金也挖完了 好前面這個寶沒有壓起來有點可惜齁 那英格蘭現在這邊已經有2000多金了 加上 這個聖物喔 然後加上圈田科技 法蘭西這邊也沒有選擇硬打 現在虛一波 忘了講了法蘭西這邊也是有風情跑的 所以基本上 法蘭西在實在是推進力道是很強的 你如果讓他發展健全的話 基本上推進力道不會輸英格蘭 法蘭西應該是沒有長重砲系列的喔 但於解工程器的部分 法蘭西應該會優秀很多 這邊再來一波做騷擾 後面也再來一波 這邊 先 要用 丁馬稍微打一下雙線 說不定正面還沒搞起來就 結束了 不過這跑金馬也有個好處 就是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對方 那知道對方的伯克軍又收起來了 正面殺一些村民 這裡對方有選擇升級 正面又做一波壓境 好這裡要進來圖村 左側這邊 正面 我這邊扛著伯克軍好嗎 這邊大概又是要一波 吸引機下注意力 對方有風琴砲 這個打一下子前面一次倒一排 哇這個非常痛啊 好現在金馬也靠過來了 可以頂住 頂住壓力 頂住 喔應該也 扛出了招牌 風琴砲 現在後面那一隊金馬過來了 好我們看一下後面的金馬 已經大肆在虐殺 大肆的虐殺 哇英格蘭的兵被清掉了 王家禮炮來了 好再一次 英格蘭 前線部隊全部被收掉 這兩隻金馬還留著一直沒辦法處理掉 好直接喊下去 繼續投降 哇這個非常精彩 基本上這個對局也是蠻 ㄧㄥㄧㄧㄧㄧㄧㄥ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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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ˋ 對時勢掌握都還蠻 這個timing的掌握都還蠻 蠻準的什麼時候該出去吃什麼時候該轉什麼然後大概都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就缺 這個優勢就是 法蘭希的 馬真的突進能力真的太強進去run一波你 破時的步兵果就一定得做出相對應的反應而且 圈圈這邊是幾乎應該說是三線了吧 左右兩側然後正面壓進 給應安這邊是 蠻大的壓力 我們感謝圈圈投稿這場精彩的 法蘭希 戰英格蘭的這個對決 TNT積分對決 我們感謝大家觀看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頻道 幫忙 這個 推播按訂閱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的這個 支持一下 那 我們下一次玩家投稿再見啦 掰掰 一天 拍攝 我們下一次 拜拜